大家知道李嘉诚吧 没人不知道都知道 您知道李嘉存吗 我估计有人含糊 李嘉诚知道李嘉存是李嘉诚的弟弟吗 不是 画画的 李嘉存的作品 新画的墨迹没干的 这是刚发过的 也就是说李嘉诚会赚钱 李嘉存会画画 但这俩人没关系 名字相近的太多了 大家发现了没有啊 几乎所有的人呢 身份需要素质来彰显的时候 到了一定年纪 都会意识到 得弄点啥什么诗书奇画呀 学一点啊 多办就拿起笔来比划一下 我觉得好事 画的好不好无所谓呀 写的好不好无所谓呀 重要的是你自己 跟传统文化是不是拉近了距离 更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了 更重要的是你的态度怎么样 还有就是你 识去不识去 知去不知去 有人就不知去 有人说我有钱 画了一个飞铃飞马 莫名其妙 就拿去拍卖 拍出个高价来 有人说 我身份在这呢 我就是书法家 艺术家 有的贪官 国企老总 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书法家 那写的那个东西呀 还真是有个性 你不能说人家写的不好 只能说写的有个性 跟国人不一样 跟街人不一样 是他自己 他不以为耻 繁以为荣 好家伙 标的那个高家呀 到了中国美术馆来参加展览 头牌一坐 然后小丑背过去 那个小范儿给你起的 有人七音不整 五音不全呀 却顽固的认为 别人的作品跟自己的作品看起来差别很大自己的更好 甚至自己的作品和古人比起来 跟八大杀人比起来 那八大杀人跟自己 也比不顾 然后他认为自己是天才 信笔涂鸦 创新三日 就以为自己超越了古人 这是不识数啊 这是自大狂啊 这是病态自恋呢 这是把审美弄成神丑 把雅剧弄成闹剧 你这不光是你自己神丑啊 你自己光着钉一圈圈跑 你这让老朋友尴尬呀 那书法圈有的老朋友就就就很尴尬说你看我去了之后啊 我要不夸吧 你梦不开这个面子人家请你去 你要夸吧 你真对不出自己的良心 书法活动 书画活动按王岐志的叫吧叫雅吉 你看这名都好 你把雅吉弄成尴尬 弄成闹剧 我欣赏李嘉存 就如同我欣赏梅兰芳 这不是一个行道 但是 梅兰芳人家这个蛋酒人家这个煤派艺术 我开创者他跟书画不是一个行当但是下的功夫一点不比本行少北京 有个有名的老字号的饭店挂了一些梅兰芳的真迹我有的时候到那去吃饭呢 我就楼上楼下的欣赏一片梅兰芳的笔墨功夫了得 与他那种煤派的京剧的首演身法部啊相适应 看了以后真是好 中规中剧 破令后人望而生目 前不久我看了北京京剧院新编的京剧齐白石 我绝对是姥姥 我年轻的时候这京剧我都听不进去 现在姥姥竟然一个人去看京剧 李宏图老师 张建峰老师 把这个 齐白石啊 和梅兰芳 笔墨交往表现的淋漓尽致 那戏好看 新编历史剧相当不错的 我写了一篇文章 对了我还没做视频那天我把那个我看七百十那期 那天心得然后做一篇视频 让大家看一看 再说这个李家存吧李家存呢这个人大家你光看话你不知道是谁呀 但是全国人民都知道吃麻麻香对不对 有个广告叫吃麻麻香 一个胖子 我这口牙全吐蓝天六鼻痣的孵了 一点毛病没有 牙好胃口就好啊身体倍儿棒 吃麻麻香 现在知道了吧 吃麻麻香李家存相声演员 著名的表演艺术家 现在是画麻麻香 写麻麻有 李家存画的这个境界就不是模仿了 而是进入创作状态了 李家存这画画到这种状态就不是业余了人家是专业的自有一番独家水墨气象 十多年前我参加李家存的这个拜师活动 那时候李家存就下决心 谢绝无意义的社交专心致志的画画 现在李家存的画画的相当不错了这种笔墨功夫 所以李家存张家存 王家存家家都存李家存的画 存多了 必存事 入室 我跟李家存老公说了我说下次画展你叫上我啊 我得看真迹 你光在微信上发给我 几幅画 这个看了以后 这不仅可呀 大画家 范增最近不是有喜事吗 范增说了 写一花鸟啊 这个画家60岁 可做少年观 就是说你写一花鸟画家你到60岁的时候还是个少年 李家存的师父就康宁啊 康宁大家 康宁先生说 按照家存现在的绘画水平及其状态 他呀到儿立之年更有一番气象更有广阔的空间 而且呢他认定 他这个徒弟李家存 会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来 这话我信 世界上有人到了一定年纪你看差不多了也就那样了但是有人就能创奇迹他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学习 因为学习而进步 吃麻麻香干啥啥行 李家存先生 就是这样的一种人 相传演员侯雁文曾经点评李家存的话 说家存的画是这么画的 他画一大堆鹌鹌放到家里 来人又鸡 他就添个关子 拿走 又硬 添两只爪子 拿走 这当然是笑话了 但是由此也可见在相声圈里面 李家存是下了很多年的功夫 功夫不负苦心人 且看今日 李家存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上局局民司马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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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